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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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要为你写一首最甜蜜的歌 画解你的疲惫 现在就紧紧的听着 我要给你时间上最温柔的 包容 当你感觉到泪 我是你最柔软的枕头 我想要 你亲口说你也爱我 我是你在无尽的也 破裂的烛火 我最最爱的你呀 你是一颗酸甜的糖果 紧收起你烦恼的面孔 我好想看到你的笑容 许多人来了又走 我要做你最后的回合 所以请你不要再害怕 跟着我打步向前走 我要给你时间上最温柔的包容 我想要 我很好 最爱的你呀 你是一颗酸甜的糖果 紧收起你烦恼的面孔 我好想看到你的笑容 许多人来了又走 我要做你最后的鬼客 所以请你不要再害怕 跟着我 打破向前走 嗨 大家好 这么晚还没睡的朋友 你们在干什么 现在大家的工作节奏压力 各方面都特别大 经常失眠不能入睡 所以我打算呀 从今天开始呢 每天晚上给大家读一段睡前故事 希望能够帮助那些 不能入睡的朋友 安稳地进入梦乡 那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童话故事 名字叫做 小王子 轩哥 来 怎么样 怎么了 看来你昨天休息不错啊 实在挺不错的 对了 吴总他们过来了 他们再会一室 然后夏总监也到 走吧 这八款是经过我们公司 内部开会之后 决定要上线的设计 你们分别看一下 不好意思 吴总 是不是弄错了 这位选手他并没有完成比赛 你说的是莫菲啊 没想到他在这次比赛当中 人气还挺高的 而且网上有很多粉丝支持他 点名要上架他所设计的衣服 所以我们就决定 把他也拿进来 可是当初我们的规则很清楚 必须是获奖的选手 才可以有机会 参加美日时尚的上线 他不是这次有成绩吗 吴总 这样应该是不算玫瑰吧 对 它排在第八名 应该不算玫瑰 如果这样走后门的话 那以后我们还有 什么原则可讲呢 夏总监 你不要这样说嘛 莫菲的设计作品呢 也是经过公司开会 一致认可的 我不可能因为人情关系 而影响到公司的决策 你说是不是 夏总监 你该不会不信任我的眼光吧 不会 我觉得挺不错的 咱们再继续看看吧 对 再看一看 你看看这个作品 轩哥 南京那个峰会我问过了 都是行业内的头头脑脑 恐怕你得亲自去一趟 我不是之前跟你说过了吗 让夏总监去啊 南京的云锦 据说特别好 据我的猜测啊 莫菲特别喜欢 一定的 是吗 嗯 我先准备一下 轩哥现在这么深了吗 提莫菲现在这么皇室 好 这是什么情况 听说白晓曼跟海耀集团 周海天在一起了 打算破罐子破摔啊 嗯 嗯 走啊 好 那加了微信 回头我再跟你联系吧 喝杯酒吧 好 谢谢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怎么回事啊 方诺间好久不见 真是那句俗话怎么说来着 三日不见 当刮目强坦 接方总监吉言 我最近确实不错 至少比赛砍漫墙 那恭喜你 攀上高知当做母 方总监还有一件事 事实不错 就是上次莫菲服装被弄坏的事情 已经证明不是我做的 您不觉得你应该跟我道个歉吗 我没有说过是你破坏的吧 我只是让你找出证据而已 可是莫菲已经找我道歉了 你们上次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我怎么记得是白小姐咄咄咄逼人呢 还动手打了人 方总 好了